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在日前的业绩报告会上多次回应2奈米、3奈米的先进制程扩产问题。 有研究指出,2024年第二季度台积电单片晶圆收入达到历史新高约6662美元每片, 主要是受益于3奈米收入比重的增加。 今年6月,有市场消息传出,台积电3奈米制程产能已满到2026年。 在业绩报告会上,董事长魏哲嘉提到,3奈米制程需求非常强劲, 未来不排除将更多5奈米制程转换为3奈米。 目前,制程转换的动力主要来自智慧型手机的行业竞争。 2023年,苹果向台积电想了大单,受苹果带动, 今年高通手机晶片也采用了3奈米。 预计,明年上半年,会有大量采用3奈米制程的手机排队进入市场。 此前,天峰国际证券温习师顾明基也表示, 高通因三星电子3奈米工艺的量产良率问题将代工订单转交给台积电。 目前,台积电已经拿下苹果、徽达、AMD等诸多大客户。 7月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徽达对台积电增加了25%的4奈米工艺头片量。 以满足其最新Blackwell平台架构绘图处理器的强劲生产需求。 Blackwell架构GPU被誉为地表最强AI晶片, 其拥有2080一个电晶体,并采用台积电客制化的4奈米工艺制造。 这款GPU通过10T每秒的片阶互联,将GPU裸晶连接成一块统一的GPU。 其能够在拥有高达10兆参数的模型上实现AI训练和实时大语言模型推理。 业界认为,这或许是台积电制造的终端售价最贵的晶片之一。 辉达在发表一季度财报时透露,Blackwell供不应求,市场热情高涨。 苹果是台积电迄今为止最大的客户,辉达也在去年,机身亚军宝座。 金融分析师Dan Nistat估计,2023年,苹果占台积电收入的25%,并向台积电支付了175.2亿美元。 2023年,来自辉达的业务收入占台积电营收的11%。 Trendforce机邦资讯研究指出,台积电受惠于先进制程订单文件,年增率将大幅优于产业平均。 与此同时,面对台积电进军美国市场的强势姿态,英特尔试图通过这一人才争夺战来缩短与台积电之间的技术差距。 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英特尔正在积极挖角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高级工程师,以提升其晶片代工业务的竞争力。 近年来,英特尔代工业务IFS表现不佳,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外部订单也低于预期。 此外,英特尔甚至将下一代AI加速器Falcon Shores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导致成本大幅上升。 这些挑战迫使英特尔寻求新的战略,而挖角台积电工程师正是其中之一。 虽然挖角人才短期内难以显效,但英特尔希望通过这一举措长期提升工艺效率和技术能力,最终与台积电正面竞争。 英特尔执行长纪星格曾公开表达对IFS业务的乐观态度,表明公司正在努力缩小与台积电的差距。 半导体先进制程持续推进,引爆三星,英特尔与台积电的极此外光EUV设备均被竞赛。 在去年年底,曝光机大厂ASML就宣布已向英特尔发运了全球首台高数值孔径极此外光HiNATUV曝光机。 随后在今年的4月下旬,英特尔公司宣布在俄勒冈州西尔斯伯勒的研发基地达成了先进半导体制造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完成了业界首个商用HiNATUV曝光机的组装。 该设备将经过多次校准后,会首先被用于Intel 18i的测试,随后用于2026年Intel 16i制成的量产。 然后于2027年投入批量生产,最终已支援Intel 14a工艺。 HiNATUV一台要价高达3.8亿美元,与新台币120亿元,较一般EUV贵于一倍。 抢在台积电之前,三星、Intel都砸重金,购入数台HiNATUV,希望能透过更先进的设备,力图弯道超车台积电。 此前,台积电业务开发资深副总经理张小强曾公开表示,虽然对HiNATUV能力印象深刻,但设备价格超过3.51亿元,折合3.78亿美元。 目前的标准型EUV曝光机,仍可以支援台积电尖端制成的生产到2026年,台积电最新曝光的尖端制成与16也将会继续采用标准型EUV曝光机来进行生产。 不过,随后有媒体报道称,虽然台积电预计在A16制成技术后的产品才考虑采用HiNATUV曝光机,但是魏哲家于今年5月密访ASML总部的动作引发了大家的议论,认为台积电有可能会修正起原定的计划,提前采用HiNATUV曝光机。 对此,张小强在最新的采访中回应称,相信台积电研发团队将继续专注于新的EUV应用,这明显包含高速止孔静级紫外光HiNATUV设备,台积电将选择合适的技术节点来使用,因为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可扩展性,还有制造成本等。 张小强进一步指出,相信他们的研发团队会做出最好的决定,在哪个时间点,哪个制程节点选择下一代EUV来应用。 业界认为HiNATUV价格昂贵,先导入生产,不一定保证就会领先。 不过,近日有半导体设备行业人士援引台积电制定的HiNATUV路线图指出,台积电A14制程1.4nm将于2026年上半年进行风险试产,最快2027年第三季度量产。 量产初期仍主要采用ASML第三代标准型EUV设备NXE3800E。 预计在2028年,A14制程的改良升级版A14P将正式采用HiNATUV,包括EXE5000和EXE5200。 而在2030年后的A10制程中,将全面导入HiNATUV。 2024年5月,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率领公司高管团队访问了位于荷兰的ASML总部。 消息人士称,此次访问旨在更好地了解HiNATUV系统。 消息人士称,台积电团队还会见了多家供应链公司,讨论维护和零部件供应事宜。 目前,台积电在晶圆代工市场占有压倒性优势,是ESMLUV设备的最大客户。 消息人士称,台积电3奈米晶电生产已经达到满负荷,其2奈米工艺的订单也不断涌来,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将开始量产。 消息人士补充称,台积电目前这波EUV订单预计将达到约70台设备。 消息人士称,台积电还与ASMLUV设备采购折扣达成一致,并确定了未来5年工艺和技术进步的计划。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